也下令了 包括在湘海内的六十几条 在月底前呢 全数都要移走 陈琦麦 叶丁菊兰 谢朝廷还有陈菊 四位绿营历届高雄市长全部到期 展现张峰腾腾的身后人脉 陈琦麦大战张峰 陈琦麦大战张峰腾的环保专业 是协助高雄从石化城市转型的好帮手 陈琦麦在现场公布 石化管线的最新调查报告 院泰高雄人士排名 高雄有四百二十七条 九华的官署 台北北台湾 他们的肚子底下都是这些官 我们当中是排名的 我们的肚子底下都是这些官署 其中将军买六十几条 在我们的湘涵里面 市政府要求 十一月第一千 要马上二十 高雄店有茶 全部把它公告为污染茶 所以明年 我们中游就必须一定要成全茶 高雄发生石化气爆告之后 如何管理石化管线 成为城市局重要的实证重点 打造安全城市 需要市议员党后盾 老长官谢长廷 一面信息属张峰腾 不曾在环保局上任内的事迹 另一方面 通批马政府对底星 毫无办法 要发起全民讨公道 逼政府扣押 底星财产 欺负 带外警察 和鼓务击金属相关 西安和石化都和市民的生命息息相关 从中游签厂到要求石化管线签移 绿营要用行动告诉高雄市民 中央不合理的对待 要用选票来反抗 明镜市新闻红晋级 高雄市报导